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去年下调了大马航空安全等级到第二级别 影响本地航空公司在美国开拓新航线 为了让民航管理机构重回第一级 交通部正着手解决三个关键领域的33项问题 预计明年底之前就能够完成纠正措施 交通部部长拿督斯里为嘉祥今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 佛容国会议员陆兆夫询问 有关恢复我国航空安全级别的工作进展时指出 交通部成立的特别小组已经研究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出的33项审核结果 显示大马民航管理局需要针对三个关键领域 采取积极的纠正措施 分别是技术人员的资格认证与培训 发行执照、证书、准证和授权等责任 以及监督职责 目前小组已拟定28个行动计划和改善方案 着重于制定新法规 改革管理系统和加强专业培训 目前交通部正在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寻求技术咨询和外部专才支援 以协助大马民航管理局进行针对性改善 此外 政府也在研究是否将大马民航管理局 转型为独立运作的法定机构 以加强财务的稳健性 至于民航管理局会不会和大马航空委员会合为一体 魏嘉祥表示内阁还没做出决定 当务之急是改善民航管理局的运作 并恢复我国航空安全级别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